哎 其实啊 我平时是不太喜欢出来的 为什么呀 这外面视野开阔 阳光也好 多舒服呀 你不知道我们小区那些老太太 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 太烦人 您放心 这时间还早 他们都没出来呢 我刚才跟你说到哪儿了 哦 对了 我们家又有钱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命又好了 其实不是的 我那女儿王一阳啊 你别看她平时在外面能干 她的丈夫呢 是我以前帮她找的入赘女婿 没想到是个废物 窝囊废 整天什么都不管 婚了五年 我就让他们离婚了 可我现在啊 可后悔了 我要早知道 她后来这么喜欢谈恋爱 还不如留着她 你知道吗 她现在啊 跟一个小她六岁的小白脸 混在一起 还说要结婚 她跟我宣布婚期的那天 我气得腿就不能动了 外婆 您哪 就是不能生气 这一生气血压就高 血压一高 就容易出这事 哪事了 有这么个十三点的女儿 我想血压不高来着 行吗 不该谈恋爱的 瞎谈 该谈的呢 又不谈 谁啊 还有谁啊 我那外孙女呗 小姐 王乐图 还小姐呢 可是我听说 她跟男朋友去做客厅研究了呀 怎么没谈恋爱呢 最近啊 是谈了一个 我们见过面 挺满意的 是东京大学的博士生 人又聪明 能干 也会说话 前阶段呢 那我让她帮我们装修餐厅 真是好 可是我又想了 这么能干的小伙子 会不会是看中我们家的钱了 你说 真是 这 这谁叫孩子啊 这 这孩子 还没事吧 谁叫孩子呀 来来来来 你看看 这 这 所以不愿意出来 乱七八糟的 真是 不要再吃 你又来了你 来 给我 你谁叫孩子啊 我也支持你 来来来 赶紧 回家去啊 哭什么啦 哭哭 哭哭 又怎么了啦 妈呀 水枪飘我 你这个小子都昏头啦 别再老天不坐轮椅 这么大水枪飘你啊 就你打 又回去 就你还敢撒谎 又还敢不敢撒谎啊 臭小子吓了我一大跳 大婆 您记不记得刚才发生什么了 她不用水枪打我吗 我您刚才站起来了 您站起来了 您再试试 像刚才那样站起来 神经病啊 我什么时候站起来了 外婆 您能敢去试一下吗 您看啊 您这一辈子什么风老 没见过呀 什么都不能让您认输 您怎么就甘心拖着一双病腿 让别人把您推来推去的呀 你来教训我 你是我雇佣的佣人 错 我不是佣人 我是您请来的 高级家程服务人员 如果我接受您的工作 我才能成为您的管家 您以为您是在适应我 其实我也是在观察 您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客户啊 我成为你的客户了 如果您不够格的话 我都不搭理您的 你才是我的客户 外婆 你看看 您站起来了 我 我站起来了 你过来 你走过来 试一下 怎么说 我 我能走路了 慢点 慢点 向 向我这儿走 我扶着您 相信我来 妈 我回来了 晓晴来看你来了 不 别 别 别 妈 晓晴来看你来了 我母好 你们好 我叫林小潘 是蓝姐推荐来的管家 请多多关照 你好 好 蓝姐接到一个这么年轻的管家 妈 行不行啊 这话呀 您应该问你自己 这么年轻行不行啊 我去给你们倒水 小潘 快坐吧 好 我看你要你 还行我 是什么 你也听见你 你走多关注 你就还好 不是吧 是我 你也听见你了 帮助 你还不信 是什么 你也不信 你还不信 你还不信 我还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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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信 顺利吗 小班 小班 这几天工作怎么样 还顺利吗 顺利呀 你干吗呢 我在奉献的一个古镇 过来来看看老房子 你见到周志伟了吗 还没呢 好吧 想起了点空的月 就这样 好 走开 怎么进这儿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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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再往前开了 那我跟益益他们家就在前面了 万一要让他们看见 那就出大事了 不会的呀 我要去他们邻居家 你得往前开一点 那你下车走远不是不行吗 快去 不是你就开一点怎么 快快快 好吧 我就停这儿 我在这儿等你 好 等我十分钟啊 妈 晓晴知道你最近身体不好 特意给你煮了鸡汤 这鸡汤啊煮了五个多小时呢 我母啊 您喝鸡汤 来 您 您尝尝 妈 你看味道可香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您要烫死我呀 好 你怎么落木头啊 你 你不吹一吹 你快去快去 行 我是木头好了吧 我跟你说了 我宁可跟数学题打交道 也不愿意来一下 可是你非要我来你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我们又没请你了 妈 能少说一句不行吗 我说了又怎么了 干吗 都这么大人了 当面说多难听啊 你快坐着 我去看一下 外婆 戴上头盔 小白 快把我带去等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带上 好 躲了 出发 妈 小白 你们在干吗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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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去啊 哎呀 烦死了 那个那个 萝卜已经十分钟了 我到底等不等你啊 我到底等不等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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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啊啊啊 外婆 我们成功了 我带你突围了 那帮人烦死了 赶紧 带我逃远点 真的 您不怕 不怕 怕什么 一会儿我女儿可能会追上来 赶紧走走走 走 走 好嘞 你坐稳了 走喽 我觉得你好吗 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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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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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忙吗 好啊 好啊好啊好 谢谢你啊 那这么倒霉 血在这儿了 您稍等啊 嗯 外婆您可以吗 您真棒 外婆 您这根本不像是第一天才会走了 今天啊 我是自己起床的 他们来叫我的时候 我妆都化好了 真的啊那么厉害 您慢点 哎 外婆 那您干吗不让他们看看 您好的样子啊 这个惹石器 不想着赶紧跟小白脸分手 还想趁我庆祝康复的时候 把她扶上位 以为我是傻瓜呀 把我弃成这样 我得跟她搅和 您太可爱了 那她不是您亲生的女儿啊 您不希望她好 哎 你啊 不了解我这个女儿 实话跟你说吧 自从啊 那个窝囊废老公 离开她以后啊 她就成天地想着找男朋友 没有一个靠谱的 基本上呀 都是看着她的钱 我要不把财务抓紧了 她不知道倒贴出去多少的 外婆 我也跟您说句公道话吧 其实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 万一小王总这次走运了呢 就那小白脸 比她小那么多 能保护她吗 哎 图得什么呀 啊 人家都说 年纪大了 得性格挺淡 享受平静 我从来都不喜欢那种平静 年轻的时候命不好 总在求生里挣扎 就想着做事 一天当几天用 现在年纪大了 得点空了 可心里啊 空落落的 不管管孩子 管管家 还能干啥呀 要不是现在已经好了 我就折腾不了了 你说人不折腾 还活着干嘛 您说得对 生命在于折腾 你也这么认为吧 太好了 太好了